第18题 有关气化的叙述下列哪个选项叙述错误 A 蒸发在任何温度都会发生 这个是对的 这老师上课讲蒸发跟沸腾不同的时候 蒸发就是在任何温度都会发生 沸腾要在特定温度发生 所以选项B说 达到特定温度会沸腾也是对的 那么所谓的气化就是液体会变成气体 所以选项C说 物质由液态直接转变为气态的过程也是对的 而选项C说 当水煮到沸腾时看到白色烟雾是高温的水蒸气是错的 老师上课讲过 我们看不见无色的气体 我们看到这种烟都是液态的水小水滴 或者是可能还会是小冰块 所以这里的白色烟雾是水蒸气所凝结成的小水滴 选项C是错的 第18题问我们说 有关气化的叙述下列哪个选项叙述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当水煮到沸腾时看到白色烟雾是高温的水蒸气